日前,两名岛内网红因拍摄造假视频被柬埔寨警方逮捕,并被法院判刑。 我住检使馆提醒,中国同胞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。 据报道,本名陈能串的台湾网红晚安小鸡与本名卢祖显的网红阿闹, 近日在柬埔寨拍摄被追捕殴打视频,后被检方证实造假, 事后两人被当地法院裁定,犯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,判处两年有期徒刑。 外加每人400万柬埔寨瑞尔的罚款。 我住检使馆对此表示,近日两名中国台湾网红在柬埔寨拍摄了损害捡国家形象的造假视频。 检法院以依法对二人进行判决,事发后, 捡西哈努克省政府及时向我管驻西哈努克领事办公室通报有关情况。 我管要求检方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处理。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提醒在检中国同胞, 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,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, 注意个人言行,切勿从事不法行为,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。 我管在继续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, 广大在检同胞合法权益的同时, 也绝不袒护在检设中国人的违法犯罪行为。 继续护在检设中国人的违法犯罪行为。